大家好,欢迎来到Revy的美食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简单易做的日式浅自的做法 这款小菜也可以放冰箱隔夜腌渍 又叫做一夜渍 腌渍一夜之后风味会更佳 我们需要的菜有一根小胡萝卜 一根小黄瓜 四个樱桃萝卜 一块昆布 还有一个柠檬 柠檬我们只需要皮的部分 先把胡萝卜切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里备用 再把樱桃小萝卜也切片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小黄瓜也切片 我们在切好的蔬菜之中加入三分之一小勺的盐 然后用手抓匀 这一步是为了杀出蔬菜之中的水分 也给它们一个基础的味道 抓匀后静置半个小时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用削土豆皮的刀来削柠檬的皮 轻轻地刮掉一层黄色的皮 注意不要刮到白色的部分 因为白色的部分会比较苦 刮好之后再把它们切成丝 之后再把昆布切成丝 我买的昆布质量不太好 最近超市的东西总是不太全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半小时之后蔬菜已经出了很多水 然后我们用手挤出蔬菜里的水分 挤好之后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糖 1.5大勺的醋 糖和醋的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 再加入1 3小勺的盐 再把柠檬皮和昆布加进来 然后搅拌一下 搅拌好之后装入盘中 就可以吃了 如果把它放到冰箱中冷藏一夜 味道会更好 也可以多做一些 最多可以保存一个星期 这样就可以随吃随取 非常方便 今天的日式浅次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点赞关注并且转发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